《华言念佛三魅论》 《华言念佛三魅论》 主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华言念佛三魅论》 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 从事念毗鲁之那 从这里看起 我先将这一段论文念一遍 是念毗鲁之那佛 顿路法言法戒者 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看起 那么这是前面讲了三种念佛 念法身佛 念报身佛 法身佛 念明治佛 就是我们讲词明念佛 那么这里是第四 念毗鲁之那佛 那么念毗鲁之那佛呢 顿路法言法戒者 法言法戒就是一身法戒 《华言经》上讲的就是一身法戒 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法藏世界 像我们这个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 法藏佛教图书馆 那后来呢 我们敬老和尚又加两个试听 法藏佛教试听图书馆 后来又成立了法藏敬中学会 那么早年啊 在台北景美法藏佛教图书馆 成立法藏敬中学会 那么法藏啊 就是 出自于法言经 法言经讲啊 一身法戒叫法藏世界 那么法藏世界是一身法戒 一身是大圆满的境界 顿路啊 这里讲啊 念毗如这那佛就顿路 法言法戒 也就是说 顿路啊 法藏世界啊 的顿路啊 是顿啊 我们都讲啊 圆顿之法了 啊 佛的教学啊 啊 有 建 建 施修的 啊 建修的法门啊 啊 也有圆顿的法门 啊 根据众生的根基 那佛啊 有讲圆顿的 啊 有讲建施的 那么我们讲 圆顿之法呢 就不是那么一点一点的 爬上去 啊 不是一点一点爬的方法啦 啊 那个叫建修 好像我们爬楼梯啊 啊 啊 那你 一阶一阶的这样啊 爬上去 慢慢爬爬上去 那么这个圆顿啊 也就是说 很快速的 达到顶楼啦 像到现在这个高楼啊 像我们台北啊 101大楼 现在有那个 高速电梯啊 一下子就到顶楼了 就没有像爬楼梯啊 一层一层一阶一阶的爬啦 啊 那个很辛苦啊 那 很慢 时间也很长 那如果你坐 快速电梯啊 那很快就 达到 最顶层了 那么这里讲的圆顿啊 那我们 透过坐电梯跟爬楼梯啊 这个来来来 形容来比喻 大家有这个概念啊 这个圆顿法呢 就不是一点一点的 这样爬上去的 是直接了当的 直接快速啊 达到最高峰 这个叫圆顿 华严经是圆顿大法了 念疲努则 这个我们一般念佛人很少看到了 那怎么说要念疲努则那 疲努则那就是本师释迦摩尼佛啦 天台中和法相中说疲努则那代表法身 卢瑟纳呢代表报身 释迦摩尼佛是化身 硬化身 这是天台中的说法 天台中 在我们中国佛教啊 一个法言中 又叫弦守中 又叫天 另外一个叫天台中 那么都是言教 天台啊也是言教 现在呢 这么说的人很多 这个 说这个天台中跟法相中啊 说毗卢浙那佛啦 代表法身啊 卢瑟纳佛代表报身 释迦摩尼佛是代表化身 天台中的说法跟法相中的说法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 至于法言中呢 释迦摩尼佛是化身 没有不同 那这个跟天台法相讲的 释迦摩尼佛都是化身 这个没有不相同的地方啊 但是呢 把毗卢浙那和卢瑟纳呢 都把它说在一起 说是一个名字 而有广列的不同 就广说跟列说不同 总之啊都是说 毗卢浙那的化身 就是本师释迦摩尼佛 这个是一佛三身啊 法身 报身 硬化身 一佛三身 硬化身啊 也是从法身 报身来的嘛 法身流现出这个 报身 硬化身 三身是一体啦 一而三三而已 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三身一体 所以昨天香港的同修啊 在我们这个 华藏静忠学会流通处 那个二楼流通处啊 共华言三圣 当中就毗卢浙那佛 这个右边啊 这个文书施力菩萨左边啊 这个大行普贤菩萨 问这个是当中是什么佛 我给大家讲毗卢浙那佛 那毗卢浙那佛就是法身佛 法身佛呢 它流现出报身 卢色那佛 硬化身 释迦摩尼佛 所以你说 那个是毗卢浙那佛 可以 你说是释迦摩尼佛也可以 说卢色那佛也可以 反正三生是一体啊 三生是一体 那么这里讲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意念我们的本师 那怎么说意念我们本师呢 我们为什么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我们怎么知道有法藏世界 一针法界 我们怎么知道有十方世界诸佛如来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本师释迦摩尼佛 给我们介绍的 他给我们说的 那么说 佛呢出现在世间啊 对我们最大的恩德就是讲经说法啦 八项成道 之后就是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那这个大恩大德啊 那不是我们能够报答的啦 这个报不尽的 因此啊我们这一切啊都不能忘本 也不能忘记我们本师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称本师呢 就是我们这一个阶段的佛教 佛法的教学啊 他是我们根本的老师 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称他为本师 那也有不忘本的意思 如果没有本师释迦摩尼佛 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怎么会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 那不可能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种恩德 那这个无法报的 说不尽的 只有自己成了佛啦 再去度众生 这样才能报恩 那不是我们世间 这个报恩能报的 这一点我们要了解 那么我们一般只相信 释迦摩尼佛是尼佛尔的太子出家了 以前本师释迦摩尼佛 他的俗名叫西达多太子 他出家修情成佛啦 那么这个佛号叫释迦摩尼佛啦 是他成道啦 那才叫释迦摩尼佛啦 那才叫释迦摩尼佛啦 我们再给他加个本师 现前在地球上的佛教徒啊 一般只有相信啊 释迦摩尼佛是尼佛尼佛的太子 这是迦摩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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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生命这是化身所显现的 这只是一个小片段 一个小片段 我们根据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传记的记载 释迦牟尼佛是79岁 这个释迁搬涅槃的 这个外国都算十岁十足年龄七十九 依照我们中国人的算法 我们算虚岁 这八十岁 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依我们中国人的算法是八十岁 依古印度 这个外国都算十足年龄七十九岁 三十岁成道 成道之后天天讲经所法 四十九年 那这个 这个就是这一个阶段 真正释迦牟尼佛 就仅仅是这一个阶段吗 不是啦 这是四限的 四限我们现前 这个阶段 一个小片段 那么 《华严经》里面讲 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 不知道多少节 多少节 早已成佛了 其实啊 早就成佛了 不是说现在才成佛 不是说三千年前才成佛的 但是我们一般看 就三千年前成佛的 这个是叫四限 它是四限 那么王子出家成佛 这是四限 这是古佛再来啦 那么释迦牟尼佛何常涅槃呢 我们世间人看佛有 有出生有涅槃 有降生有涅槃 看佛菩萨都有 阿罗汉都有 跟我们人一样 有出生 那最后啊 有死亡啊 就有生有灭啊 但释迦牟尼佛他 有没有涅槃呢 就咱们世间人 智者大师念法伐经 要王菩萨 魂器两倍的时候 他亲见灵山一会 云然为善 这个是在传记上有记载 天台中啊 这个创始的人啊 就是智者大师了 智者大师啊 他这个 主修 妙法联法经 我们简称叫法伐经 创立了天台中 那么有一次智者大师念法伐经 念到要王菩萨这一品 念到要王菩萨这一品啊 要王菩萨呢 骚继两个手臂 念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 他就录定了 他录定呢 亲见灵山一会啊 云然为善 就是他亲自见到灵山啊 这个灵山啊 叫灵鳩山 简称叫灵山啊 那么佛在这个灵山讲经很长时间 那么智者大师呢 念法伐经念到要王菩萨这一品啊 录了定啊 那看到呢 佛在印度的灵山啊 灵鳩山还在讲经啊 还没散会啊 佛在灵山说法的法会 还在那里说呢 还在那里说呢 没有啊 没有灵啊 没有世界涅槃啊 没有涅槃啊 至于我们看到的这种生灵佛有出生 有降生 有世界涅槃 这个生灵啊 是因为我们凡夫有生灵的见 因为我们的妄念就是生灵嘛 一个念头生 一个念头灵 看到外面的境界 多有生灵 我们有生灵见啊 我们凡夫是生灵见 见到外面的境界就是生灵的现象 那实际上是没有生灵啦 看到佛有涅槃 实际上佛没有涅槃 这是事实真相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如世主妙颜品 十方诸大菩萨及天龙神鬼所说诸诵 各出至证法门 以如来果地发人信节 令入念佛丧命 华言经 世主妙颜品 十方诸大菩萨 及天龙鬼神所说的种种诵 都是说出自己怎么证的法门 自己怎么修证 说这些法门 那么欠导大众最后 都是要成佛 以如来果地的妙节 来启发 上在阴地的众生 令大众生信得解 正入念佛丧命 华言也就是让大家入念佛丧命 主要是讲这个 让大家入念佛丧命 所以这个是在世主妙颜品 十方诸大菩萨 以及天龙神鬼所说诸诵 都是各自说出自己修证的法门 那么以如来果地 来启发人的信节 让大家都能入念佛丧命 主要目的是在这里 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至是说如来现象品 以及实信实处实行实回向 各有十方诸大菩萨 即诸识主说记战佛 而十地品每立一地 必曰不离念佛念法念身 是知诸未皆赐虽书 莫不以念佛为其本形 佛佛道同 己意疲如色无不尽 那么这个是挤出如来现象品 说的一段经文 实信实柱实行实回向 各有十方诸大菩萨 诸识主 都说这个记者来赞佛了 说记来赞叹佛 实地品每经过一地 菩萨都说不离开念佛念法念身 所以咱们没做法完了 念三归一 念佛念法念身 这个三归一在佛门 无论显中密教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路佛门大家都知道 要先接受三归一 这个三归一有的人不清静 这个就很要注意了 最起码的信了佛 就不要再信其他什么教主了 既归一了法 就不要再研究 再相信别的那些 外道典籍了 外道典籍就是教我们 心外求法的那些典籍 那个就不要写了 像我们现在世间上 一些书籍 一些作者 讲了很多很多 都是心外求法 都是属于外道典籍 那么我们就不要再去 相信那些了 归了身 那就不要再去找牧师 阿宏等 你就不要再去 再去归于其他这个宗教的 这些神职人言 那就真正归于身 所以从这里来看 实柱实行实回向实地 皆次虽然不同 都是以念佛为其 本来的行持 古佛今佛佛佛道童 只一毗如车纳佛 就把一切佛都设尽了 所以古佛今佛 没有两样佛佛道童 所以 挤出 一尊毗如这那佛 就把一切佛都 盘设尽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故普贤十愿 藏水佛学 一门云 如此说佛世界 毗如则那如来 从出发心 精进不退 以不可说不可说 生命而为布施 乃至成大菩提 入于涅槃 如是一切我皆随学 在普贤菩萨十代愿王里头 这个藏水佛学这一愿 第八的藏水佛学 那么这是第八愿 普贤菩萨所学习的 娑婆世界的毗如 这那如来 不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吗 释迦牟尼如来 从最初发心起 就精进不退 六度中精进度十分重要 凡夫是进一退九 这是我们凡夫 这个修行进了一步 倒退了九步 进一步又退九步 啊 比这个这个 比扭秧歌还差了 啊 扭秧歌呢 啊 在大陆啊 过去有这个扭秧歌 就插秧啊 在这个 稻田啊 插秧的 啊 这个唱这个歌啊 是进三步退一步了 啊 这个很慢了 啊 那么这里讲是进一步 退九步 所以在收博世界修行很难啊 啊 很难成就呢 这是主要的因素啦 啊 因为进的少退的多 啊 每一个人刚刚花了点心 就来个障碍 啊 或者呢 生病啊 啊 或者呢 来了 一些事情 好不容易有点进展 修持有点得力 啊 就来点什么干扰 啊 一些事物太多了 玩杂的事情 就来打闲叉了 来干扰 禁一退九 啊 这个进一步退了九步 啊 这是我们现前啊 修佛世界啊 修行的现状啊 禁一退九 啊 各种因联啊 让我们退转 啊 没有办法再往前精进 释迦牟尼佛是精进不退 那这个就很难得啦 啊 以不可说不可说 生命而为不失 这都是普贤行愿品里头的话 不可说不可说 那么多的生命做不失 头身是福 见老虎 看到老虎肚子饿啦 啊 啊 就 叫下去摔死啊 啊 这个身体就是喂老虎了 给老虎吃 割肉喂鹰啊 啊 鹰啊 老鹰要抓兔子 兔子来求救 啊 佛就把兔子藏起来 啊 老鹰就来质问啊 你救了他我就 快要饿死了 啊 啊 那么佛就说 那我吃肉 替他啦 啊 相当于兔子这么多的肉 啊 这个鹰啊 说可以 这个可以 那我就不要去抓那个兔子 啊 身上的肉都割光了 啊 啊 啊 我们本师就是这样的 无量节来啊 啊 以不可说不可说 那么多生命来布施 令人感激涕灵啊 啊 那这个是属于内财布施的 生命都布施出奇了 啊 我们现在舍一点外财啊 啊 大家还是很踊跃啊 啊 那也就很难得了 啊 你要说叫我们舍掉一个内脏 去丢度什么人 那就不困难了 不在世间上有啦 啊 这个有一些孝子啊 啊 或者善心人士 他愿意捐这个内脏啊 啊 去帮助别人 啊 那这个这个就 很难了 啊 就困难了 佛是以不可说不可说的生命 而为布施 那这个这个 我们是 无法去相比的啦 那没有办法 跟佛相比 乃至于成大菩提入于涅槃 这是这表示啊 布施只是开始啊 从布施开始 六度都圆满 成大菩提入于涅槃 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啊 这样的一切啊 我都跟着学 这是普贤菩萨的大愿 我们也看到 为什么意念咱们 本师释迦牟尼佛 这个功德 这个恩德 无量无边 我们过去多少身中 已经不知道 多少次蒙受了 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旧度 现在还正在救度我们 正在救度 我们还没有得解脱啊 就在此时此刻 正在救度我们 这都是佛恩啊 佛恩难报 没办法报 由我本师因地修行 广大无边 广大无边不可思议 故所感爆化 亦广大无边不可思议 行者曾能决定信解 知一切佛不离自信 其勇猛心 其单核心 便于本师出发心 便于本师出发心实 等无有益 由于本师在因地中 修行的广大无边的功德 不可思议 所以释迦牟尼 就是毗鲁则那 他所感的所证的报身化身 也广大无边不可思议 行者呢 指我们 行者若能真诚地 申起决定的信解 能够深信 能够正解 理解什么呢 知一切佛不离自信 知道一切佛都不离开 每一个人本人的自信 所以不是向外去求佛 一切诸佛都不离开你的自信 听了这句无上开示 自然升起勇猛心 我的自信就是一切佛 我 还有什么胆怯 还有什么不敢呢 要承担 我们一般讲直下承担 我心本是佛心 我的心本来就是佛心 敢承担 便以本师出发心时等无有益 你敢承担 敢承担 我的心 就是佛心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直下承担 那么这样呢 就以本师出发心的时候 没有两样了 就一直到成佛 你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初发心的时候 没有分别 所以初发心时变成正觉 华言法法 以莲花作辟益 莲花就是因果同食 这是表法 以这个来表法 你看 荷花 花开的时候啊 有个脸棚 花开 那个脸棚就在里头了 脸子也在里头了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啊 佛的果决已经出现了 已经成功了 这个脸棚不是在花瓣脱落 之后又长出来的 一般就是我们看到其他的花 花开了才长出他的果 花落掉果才出来 那脸花就不一样 所以脸棚啊 它不是在那个花瓣脱落之后 又长出来的 不是 花正在开的时候啊 那个小脸棚就在里头了 就是小一点就是了 同时的 这个真的是因果同时啦 因为我们一般讲的 因要结成果要一段时间啦 但是它这个脸花呢 它是同时的 同一个时间的 所以初花心时变成正节 这个就是因果同时的道理 你初花心就跟正节没有两样啦 这就告诉我们啦 行人要如此发心啦 主要知道一切佛不离自性啦 一切佛都没有离开我们的自性 你对这个能够肯定啦 那么这个初花心变成正节 这个这个就不会有疑惑啦 对到底啊 这个到底能够理解啊 底下隐正华言经几段经文 又如极境阴海夜神言 我得念念出身广大喜庄严谢托 能入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 一切佛刑 一切佛刑 一切佛刑所有微臣 一一臣中 有十不可说不可说佛刑 微臣束佛国度 一一佛图 皆有毗如刹那坐于道场 于念念中成等正觉 献出神变 所献神变 一一皆变一切法界海 而开夫树花夜神 露出身广大喜光明谢托门 一念毗如刹那往昔所修行海 西皆明见 妙得圆满神 得自在受身谢托门 如毗如刹那无量受身海 一见如来于一切世界 一一臣中无量佛刹 四限受身 长无间断 那么这段经文 是引用华言经里面 吉敬阴海夜神 这段经文 华言里头 各界众生都有 每一个法界的众生都有 那可以说真的是无量无边 那经中啊夜神 十四菩萨 那这个夜神啊 他 本 本机啊 他本来啊 真的 其实是菩萨 就像过去旧社会出兵啊 往往有一个很高大威猛的鬼 鬼 俗称开禄鬼 那个是在中国大陆 古时候 以前 这个人过世 要出兵 那这个 前面都有个开禄鬼 其实那个不是鬼 那个是观世音菩萨 视线的面然大事 这个我们现在在 放愿口 放蒙山 放愿口 都有一个面然大事 一个像 像我们现在双膝小竹 做百期训练 复国习在法会 晚上第三时加一段蒙山诗史 那么这个跟那个愿口 这个施史 同样一个性质 所以我们做大行法会 在这个往生年类那边 也都有共一尊面然大事 共牌位还有共的面然大事的像 那面然大事呢 大家常常听经的同学都知道 那是观念菩萨视线的 不是真正的鬼 那么观念菩萨视线面然大事 在地狱当中救度众生 是跟地藏菩萨一样 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献什么身 而为说法 这些神都是菩萨 华言经举出来这些神众 鬼神众都是菩萨 即净阴海夜神 得到一个念念出身 广大喜庄严谢托 已经能够入实 不可说 不可说 微臣法界 安利海 可以录多少多少世界呢 可以录一切佛刹的 一一微臣中 所记的实 不可说 不可说佛刹 微臣国度 那这个是不可思议 佛经常说微臣 过去人们 以为是空气中浮动的 小小的威力 以为那个是微臣 其实错了 黄老给我们讲错了 因为黄老他也是学科学的 那么微臣很小啊 黄老给我们讲微臣很小 比电子还要小 那我们肉眼见不到 我们看空气当中 一粒浮沉 那就太大了 电子啊 电子啊 已经很小 现在有比电子还要小 多少万倍的中微臣 可能就是佛经所讲的微臣了 可能还不是 还不是佛经讲的微臣 将来可能发现了更小的 现在科学啊 越来越 进步啊 发现这个物质的体积啊 就发现到很小很小了 所以微臣之多 之小 是我们没法想象得到的 我们想不到 我们也见 看不到 这种小东西在太空之中呢 很多很多了 微臣多得不得了 我们肉眼的见不到 微臣数法界安利海 像微臣那么多树木的法界的安利海 夜神看见一切法界安利海 所有的一切法界安利海中 所有的一切佛册 所有微臣 微臣数那么多的法界安利海 在这个海里头啊 看见一切佛册 安利海中种种的佛册 种种佛册 那么多的法界安利海 种种佛册中所有的微臣 那这个多得不得了啦 黄远经讲 微臣当中有佛册 佛册当中有微臣 微臣当中又有佛册 那多得不得了啦 从从无尽啦 每一个微臣里头啊 这个就不可思议啦 那小小之中有无量的大 小没有放大 小没有放大 大没有说小 小当中有无量的大 比电子还要小多少万倍的 每一个小微臣里头 有十个不可说不可说 佛册 微臣数佛国度 一个小微臣有这么多佛国度 一个小微臣有这么多佛国度 所以这个小大 完全不是我们人啊 的概念啦 这个小里面怎么能有这么多的佛国度呢 我们的概念就是大可以容纳小 那小怎么去容纳大呢 容纳那么广大的呢 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册 微臣数那么多的佛国度 在一个小微臣里面啊 比电子还小得多 不小的小多少万万倍的东西里头啊 比一粒沙土 一粒粉末 还要小多少万万倍的东西里头 有不可说不可说这么多的佛国度 那么小的体积里面啊 有不可说不可说这么多的佛国度 这个我们无法去想象啦 真的不可思议啦 这个正是法言经讲的 世事无碍境界 世跟世他没有障碍 夜神啊 见法界安立海 海中有佛刹 那佛刹当中有微臣 这都是从大计小 从这个大 大当中有小 但下面说呢 一一成中皆有不可说佛国 一一国中皆有毗卢 做道场 成正觉 献神变 这是小中计大 大中计小 我们没有问题 但小中计大 我们就想不通啦 末后又说 所献神变 一一皆变 一切法界海 正显超情离间 不可思议 这个是超乎我们的情见 不可思议 不在我们情见当中 每一个国度里头 都有毗如遮纳坐于道场 你看啊 毗如遮纳的功德不可思议啊 这么多的国度里面 每一个都有毗如遮纳 在那里做道场 念念中成等正觉 他在那里成佛 献种种神变 在一个微臣里头 有无量的佛徒 无量的佛徒中 都有毗如遮纳 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都在那里成佛 说法 献神变 所献的神变 变满一切法界海 这些都是超乎我们 适量的境界了 我们的常识 我们的心量 都达不到 这么多 这么小的东西里头 有无穷多的佛国 都有咱们 本师释迦牟尼佛 在那里成佛 在那里说法 在那里献神变 所献的神变 变满一切法界海 变满虚空 变满法界 无所不便 我们这样 来看释迦牟尼佛 就超过我们老的观念 我们一般老的观念 释迦牟尼佛就是 成道之后啊 说法四十九年 释迦班涅槃 那是我们一般 现前一般人的常识 能够理解的就是这一段 现在对于佛之伟大 功德之位不可思议 从这个地方啊 我们读了法院经之后 就往前推进一大步了 再如开夫树花夜神 入了一个出身广大 喜光明谢托门 入这样一个法门 他意念思念 毗如遮纳 往昔所修行海 本是释迦牟尼佛过去身中 所修行的 这些多的不可说了 称之为海 那这个海就形容比喻了 太多了 说不尽 西皆明见 过去的事都现前了 他都能看见了 这是第二个神 还有妙得圆满神 得自在寿生谢托门 寿生是自在寿生 不是堕入母胎 跟我们人不一样 他可入毗如遮纳 无量寿生 到毗如遮纳 无量寿生境界中 四限寿生 由于此寿生境界 无量无数不可穷尽 所以称之为寿生海 一见如来于一切世界 一一尘中 无量佛刹 四限寿生 那么 也可以看见 如来在一切世界 一一的小微尘里头 一个小微尘里头 有无量的佛刹 释迦牟尼佛在那里 四限寿生 常无间断 没有停止 那么这些都是 不可思议的境界了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如是念于毗如遮纳 即念是佛 其佛是念 我们能够这样意念 毗如遮纳的功德 其功德是变满虚空 变一切处 过去的功德是 无量之海 而现在与未来 还在度众生 在那里受生 在多少多少世界中 四限受生 在那里度众生 我们这样意念 毗如遮纳 你所意念就是佛 正是即念是佛 即佛是念 那么也就是观经的话 观无量受佛经经文里面讲的话 四心做佛 这么念就是四心做佛了 念佛就是做佛 四心在念 四心在做 故说四心做佛 此心本来是佛 这个心本来他就是佛 故说四心是佛 这个心就是佛了 用观经这两句话解释 也正合适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近十方虚空乃至真风戒子徐 无一不是毗如法戒 是明念法戒佛 一名便念一切佛 整个的十方虚空 乃至小到真尖 像戒子的地方啊 没有一处不是毗如遮纳的法戒 这么去念佛 是念法戒佛 我们念的佛不仅仅是在地球上 尼伯尔降生的释迦摩尼佛 念的是法戒佛 近虚空变法戒的佛 这也叫便念一切佛了 近虚空变法戒一切佛都念了 你念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那也就是念一切佛了 所以善才同子初参得云 即闻念佛法门 最后普贤菩萨为所称赞如来 圣功德记教人信节 依旧不离念佛法门 法戒始终更无恶定 那么这里啊 这个举出善才同子五十三餐 这个很有名啊 善才同子五十三餐 他在他的老师文书师弟菩萨 会下开悟大侧大悟之后 那文书菩萨呢 就叫善才出去参学了 五十三餐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参学 那么一共参访五十三位参之士 头一个参的是得云比丘 那得云比丘教他什么 叫念佛法门 就是给他说念佛法门 那么最后呢 第八十一件法言 要不然讲叫八十法言 是第八十一件 这个普全菩萨十大行愿品 他说称赞如来圣功德记 教人信节 还是不离开念佛法门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 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 记曰 或见此界妙无比佛无量解所远境 毗如遮那最圣尊 于中觉悟成菩提 或有见佛无量寿 观至在等所围绕 西已住于灌顶地 充满十方诸世界 或有人看见这个世界奇妙无比 这是释迦牟尼佛无量解所庄严 所清净的 咱们本师是最殊胜的世尊 于中觉悟成菩提 就是在此大测大悟成就菩提的 或有人看见无量寿佛 旁边有观至在菩萨等等 大事所围绕听访 并且西已住于灌顶地 此灌顶地是十地菩萨的境界 到了十地菩萨呢 诸方的如来发现 某个世界有个人 到了这样的地位 佛都放大光明 一切的佛都给他灌顶 光明灌顶之后 他马上就成佛了 这是处于灌顶地 这些菩萨呢 充满十方诸世界 无量受佛观置在菩萨 是充满十方一切世界 也就充满咱们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说往生 还是对凡夫说的 实在说 极乐世界不离当处 就好像你在北京有一个电视机 莫斯科 华盛顿 东京 上海 什么地方都可以接收 一条队就都来了 哪里需要 你要去到上海去参加音乐会 到华盛顿看美国足球 那么这些都是尽虚空变法界的 那么这个 我们这个常常做三十七年 中欧国师这个开示 也是给我们讲 净土即此方 此方即净土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那跟这个 一样的道理 所以往生净土 并不是你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因为这个都被你接触了 当下就是了 所谓心境则土境 好 今天这节课时间到了 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 那么下面这个佑云 下面的一段经文 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 我们下期见